但你关心这起车祸案件就发生在新北市中和在今天上午11点多 当时呢公车是才刚右转弯就直接是撞上了走在斑马线上的行人 而当时在斑马线的行人还不止一个 这名驾驶到底是有看还是没看 竟然是完全没有理样直接就右转而且撞到了一名72次的灵性妇人 当时这名妇人呢伤势是蛮严重的 她当下是头部跟四肢都有擦错伤 而且左脚还骨折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目前是送往医院来治疗 而这名这个王姓驾驶年约53岁 当时呢他跟这个行人是同一个方向 要一起过马路 结果竟然是直接撞到了行人 发生了车祸 而警方心不了解他并没有酒驾 只是在这个路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冲撞呢 那根据了解这名受伤的72岁灵性妇人 当天早上11点多 是要准备去他的儿子家要来照顾孙子的 没想到呢就在这个新北市中和的这个 警安路跟沿路口发生这样的擦状 而导致呢他也目前要先去医院来治疗 据双方的这个肇事责任 警方或许还要再进步理清 直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